9. 太陽報 建制它在家會創科局控三度觸礁 2015年7月18日 港文A08本報信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經一連四日的馬拉重式會議》 昨晚中完成審議所有公務工程和餘下的民生項目 之前以兩道難產的創新及科技局撥款 將於今早最後一日會議開始處理 在泛民拉布下 細難靠兩節共四小時會議完成表決 特首兩真英作約見各大建制黨派領導 提議在於下週家會審議創科局撥款 為絕大部分建制派都以外遊、外訪或被戰11月區議會選舉等理由 拒載道家會 換言之 已拖延三年的創科局極可能會第三度觸礁 需留待10月立法會復會後再戰 財委會會議踏入第四日 進度終於有所改善 昨日三節合共六小時的會議 先後通過了公務員加薪 住資回收基金 住資中小企業市場推廣發展支援基金 以及成立一億元建造業先度計劃等四項民生及經濟撥款 在審議公務員加薪時 介工議員梁耀宗質疑公務員加薪非常瘦下 認為即使低級公務員加薪福度加高 但薪酬水平級遠低於高級公務員 加薪無助拉近兩者人工差距 但撥款最終營獲41票全票贊成通過 在審議回收基金時多名議員質疑將基金外判與生產力促進局管理 行政費接近一億元事過高 環保署解釋基金中有八千萬元事行政費和監察費 用作審查申請項目的資料 環境局副局長陸公慧更批評議員多次重複發問他重複回應 撥款在26票贊成 3票反對及3票棄權下通過 那在審議中我發現我們那種的資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